一輩子漏漏長,你肯定都追過什麼? 追星、追劇、追女生、追動漫 所以,在看節目的那麼多位朋友 你們不多不少都曾經做過一兩次Fans 而作為Fans,你們都肯定面對過這些問題 所謂的老粉絲,也就是 我先來的,你們排後面 而作為老粉絲,往往都會有一種謎之心態 他們會覺得自己喜歡的偶像 是宇宙第一無敵英俊,努力兼有實力的 歌影師三妻全能偶像,還自帶CPU 假意時日,一定是天王巨星 為什麼這麼少人認識你? You deserve better 追追肥妹,你快點過來看看 我男生是不是很英俊,好可愛? 覺得自己喜歡的作品,劇情寫得太好了 角色寫得太弱了 這麼好的作品為什麼沒人知道? 為什麼還沒讀畫化,為什麼還不拍真人電影? You deserve better 阿奇,劉龍 過來看看這個漫畫真是超好看 真的不開玩笑 但是同時,我們會很奇怪地 希望不要紅得那麼快 尤其是偶像 希望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他的好 但是又不想有越來越多的人喜歡他 因為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喜歡 只有我可以叫他們做老公老婆 沒那麼多人爭 我跟你們說,國家風學男朋友 好的好的 那什麼時候都有公佈? 讓他真是紅了,你們不要亂說 貓貓是我女朋友 一招,打死他 打死他,打死他 打死他,打死他 打死他 打死他 一旦身份師越來越多 老粉的心態就很容易崩潰了 一方面,他們會很開心 因為他們的偶像 屬次守得雲開,見越明 介紹你們看這個節目 叫做月之一二 那個主持人很英俊 媽媽,你好,我很喜歡你 我每天都有看月之一二 可不可以拍張照嗎? 死開了,聊那麼久 媽媽,我很喜歡你 可不可以跟我拍張照嗎? 那種由愛又恨 愛恨交織 由初戀變三國戀 再變後宮爭寵的感覺 又有誰會明白 我明白 你說話嗎? 你不明白,你走 其實,對於偶像或作者來說 無論是新粉絲還是舊粉絲 每一位都是這麼重要 因為如果不是每一位的轉發 可能對於我們來說 就會損失十幾個人關注我們 如果沒有你們的點贊 那視頻網站隨時不推薦我們 他們真是很壞的 所以你們為我們的付出 我們全部記在心裡,謝謝你們 答應大家 無論大家是一直關注我們月之一二 還是剛剛才關注我們月之一二 還是要是明天才關注我們月之一二 我們實行一視同仁 有片,大家看 有獎,大家抽 有女兒,大家… 好嗎? 而且身分絲愛的時間久了 自動自覺變成老粉絲 既然大家都是老粉絲 我們也可以享受 由廣州電訊推出的 老用戶就是有特權活動 領取寧願個性大禮包 當中包括 不限流量套餐 二百元寬大 購物紅包 天翼高清等等… 沒辦法了,有時候老粉絲 真是好處很多 各位新粉絲,努力吧,好嗎? 但我知道,就算早知道錯 也必須這樣 三二一,走 走…什麼走? 也沒人點讚的?不做嗎? 不要哭… 吃粥吧 怎麼按? 怎麼按? 阿娜